让我们宣告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 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天 高过人的态 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祂是大地大地根基山 大地大地的根基 祂讓雲彩虹中飄舞 是祂創造生命氣息 是祂依序照顧子母 聖創造萬物個案習師 大喜的陪我亂舞 那個大地大地的根基 拿雲彩虹的EEP 讓雲子還在空中飄浮 主要謝謝你創造生命驚喜 勉強免許照顧我們道具 深造萬物更激實 主要幫助我們耐心等待的也要花紅手 耐心等待的也要花紅 耐心等待的也要花紅 祂的路亞讚美我們的神 來 現在結束我們謝謝你很開心 如果在每天我們站在你面前 歡喜歌唱來讚美你 讓結束我們心思何等的喜樂 站在這個地方我們把一切憂慮的把它丟棄 把一切的苦毒或者一切不順遂的我們把它放下來 我們來到你面前 因為我們還活著我們就有希望 求主幫助我們活著的生命 不要每天成立在那些痛苦裡面 讓我們活著生命來看盼望 因為在主耶穌基的愛裡面 我們一定有新的故事 新的盼望 因為我們每天都活在主耶穌基的華語裡面 如果你的話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要害怕 我們就真的不要害怕 也讓我們在生命裡面 一直相信在你的道路裡面有你的朗圖 你早就計畫好了 我們相信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相信你的計畫 相信你的旨意 我們相信主你也很高興 因為我們就走在這其中的 保守我們在裡面的禱告 能夠看得見這一切 讓我們禱告不是在打空氣 我們禱告能夠在生命裡面 每一步路都是真的 而且因為往前走 過去就過去了 往前走前面的道路都開了 每天都是神氣氣勢 一定要我們在裡面 有這樣的智慧 祭上感恩 禱告封主耶穌基督的命求 Amen 這次法輪要歌給神 每一日禱告 我們都在夜深中 要在我們當中 是那麼的喜樂 真的光顧喔 有沒有快樂 各位姐妹 我越來越覺得 真的在神面前 要快樂的一個感動 好 各位旁邊的說 你快樂嗎 我快樂 我們一起在神面前 好 請坐 OK 好 沒關係 OK 好 各位姐妹 今天一開始 我要讓大家看一個影片 其實這個我們都看過了 就是昨天我們的全員甘露 今天再看一次 因為這是林彥的 用手語的那個 的一個分享 那我本來在看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蠻佩服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直接 直接講直接比 因為怎樣呢 因為講的 中文講的順序是 只有我們很熟悉的文化 但是 那個手語的那個文化是導磚的 導磚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 直接講自己 所以他回去自己 寫稿子 然後成根 寫稿子 寫稿子完 自己來讀 讀好的時候 念念錄起來 錄起來 再照說錄了 再來比手語 我本來是寫說 真的好佩服 但是後來再看一次 就好感動 就是說 沒有聲音的世界 本來叫做 聲音叫做絕望 叫做靈 對不對 如果你願意的話 讓寂靜的空間裡面 出現神的話 那生命就 只有由朗而生的 一個生命的讚美 其實手語的故事 是很簡單的 那我昨天 問了很多 愉悅怎麼比 他說這樣 那快樂怎麼比 也是這樣子 歡喜怎麼比 也是這樣 哈哈哈哈 你怎麼知道 好 也許在我們手語的世界裡面 非常單純 那單純的人 其實講的話 做的事 就是很直接 然後我們一起來看 這個四分鐘 這個成根的內涵 那當然裡面剛好講 音信稱義 也是一個你到底信什麼 然後我們再來看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弟兄姐妹 讓每一個不是說 我在看什麼影片 讓神的話對你說話 好不好 我們來看 要像成哥一樣的來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願神的花雲成為我們一天的力量與盼望 今天我們要進入羅馬書第四章 整張內容都在談亞伯拉罕 這位信心之父 在創世紀中共有四章 提到亞伯拉罕的名字 在馬太福音第一章 耶穿上 耶穌的家福是從亞伯拉罕開始 他可說是信心的見證人 把我花了一整章的篇幅 談論亞伯拉罕這個人 是有重要原因的 羅馬書第四章的重點是 無可指望 人有指望 在創世紀十五章 記載上帝的應許 要亞伯拉罕併生一個兒子 並且後裔多如天上的繁星 可是這時他卻一個兒子也沒有 妻子薩拉又不能生育 尤其他已年過一百 薩拉也已經八十歲了 這不是開玩笑嗎 但在創世紀第十七章 上帝給他第二次應許 說他要成為多國之父 於是他憑著信心而行 也一直經歷上帝的應許 在亞伯拉罕走信心道路的過程中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就是他獻以撒的故事 雖然保羅並沒有特別強調這一段 但亞伯拉罕成為信心之父的過程中 這絕對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每個猶太人 都自認為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保羅引用亞伯拉罕的經歷 作為因信稱義的榜樣 亞伯拉罕信神 這就算為他的義 上帝定人罪或稱人義的根據 不在乎人是否有罪 乃在乎人是否有信仰 是否來到神面前 弟兄姐妹 此刻的你 是否覺得信心不足 或是正在軟弱當中呢 信心不是靠自己有多努力才可以擁有 那是有意和願意向神持續力量的心 信心是神所賜下的禮物 你們得救世本乎恩也因真心 因信稱義的榜樣 除了亞伯拉罕之外 還有大衛的見證 這兩位都是因信稱義的榜樣 大衛雖然能力很好 但仍然被罪所控把被女色誘惑 因此犯下三人 強占人家老婆等逃天大罪 反應他向神認罪悔改 就蒙神的赦免 大衛的罪是如何被赦免的呢 他並不是以自己的行為被赦免 但是憑神赦免之恩而被赦罪 亞伯拉罕因心稱義在前 他受割禮在後 可見他稱義不是因受割禮 但是因為信心 求主幫助我們可以正明白 他所要賜給我們救恩的豐盛 但是只要依靠耶穌基督白白的恩典 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知道所有人 都是藉著因心稱義 而成為上帝的殖民 藉著耶穌基督使上帝的救恩 從開始到結束 都是以因心稱義為唯一的條件 亞伯拉罕的生命 也因因心稱義而有信心 並伴隨著順復的行事為人 求主幫助我們效仿亞伯拉罕 也因相信和順復上帝 而能活出有律法工作的生命 祷告都是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 阿們 有感覺 弟兄姐妹 好 那我們現在把字幕跟聲音除掉 我們來看一次 沒有啊 那就完全看不懂了 弟兄姐妹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一種很棒的感覺 很棒的感覺 但是它來自於應該是沒有聲音的世界 沒有聲音的世界 其實你用心去體會它聲音很大 就好像我們在生命裡面就是說 諸天樹說善也榮耀 哇 應該那個榮耀樹說 諸天傳揚它的手段 那個傳揚應該是很大聲才對 對不對 那聲音卻說無言無語 也無聲音可聽 但是卻它的亮帶怎樣 同遍天下 所以聲音不是大小 是你有沒有感覺 是你有沒有感覺 我昨天教授有說 另外一個說 漂亮怎麼比 漂亮怎麼比 漂亮 然後我後來說漂亮跟美麗呢 但是要多一個 是 有一種美麗是 是年輕的才可以這樣比 一般叫漂亮 因為這樣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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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你有沒有這樣 有齁 來跟旁邊的說你 對 弟兄姐妹 我們不是要長得好看 我們要Bling Bling 意思就是說 你非常的活潑 你的漂亮是因為活潑 是因為有生命力 而不是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 今天我們在這裡所看的 我們幫他打出來 我們要跟大家思想一個 跟那個Bling Bling 剛好相反的事情 就是 骸骨都是骨頭 都是骨頭 以西節37章 那以西節37章 先看這邊 直接看這邊 弟兄姐妹 剛才我們要大家看的 那個 裡面的這個 分享裡面 剛剛我們看到 我們剛才講說 沒有聲音的世界 確實很多聲音 在對一個聽不見的人 他也許在聲音是絕望 對不對 自從認識耶穌基督以後 並不是說 聽得見 而是聲音開始聽得見 而且要聽得見 一般人聽不見的聲音 變成更加的豐富 因為有靈在這其中 那這個 這個關鍵點在哪裡 那天 以西節 其實他在貝魯 貝魯到外邦地的時候 神的靈按在他身上 有時候架在他身上 按著在他身上 都一樣 弟兄姐妹 我跟大家講一種感覺 按手禱告在你身上 一樣的 當我 體會到按手禱告的時候 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並不是我被踢接 但是 一種心靈 神的靈教靈在你身上 一樣 你被踢接的感覺 你會看得到 看到從心裡面看見 神的心意在哪裡 他會讓你看 他 那以西節說 帶我到一個平原 然後這平原變滿骸骨 變滿骸骨 其實後面有講 這骸骨就是這些被殺的人身上 那意思是指什麼 我們講 應該是指 應該是指 最後巴比倫跟 最後 猶大國的這樣戰爭當中 把這些 不適服巴比倫 全部都殺得一鋼二斤 遍地都是屍骨 遍地都是屍骨 也就是說 他們被神 離棄了 神我不要 神說我不要這些人 神離開他們了 神一離開他們 他們就被敵人消滅 整個平原 整個滿山滿骨 都是骸骨 那神告訴我們說 你們因為 離棄我 所以我不再顧念你們 那你們在那個中 就是 你們結論就是這樣子 結論就是這樣 而這個結論 跟所有的人都死在跨野一樣的 滿山滿骨 都是骸骨 那弟兄姐妹 六十萬人 這些 男丁 六十萬人 全死在 只剩下兩個人 全死在這個跨野裡面 也是滿山滿骨的意思 只因為怎樣 只因為不願意相信 那今天我們有聽的 就是一個陰性稱異 不是你表現多好 而是願不願在你信仰裡面 看得見 而願意把自己生命 完全擺上 那 這個地方 神就在一夕節說 我現在要你做一件事情 對這些 要向這些害骨說語言 那你要向這些害骨說語言 欸 弟兄姐妹 我現在如果在這邊講到 對著一群骨頭講到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一定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 不是對骨頭講話 我是對誰講話 對活人對不對 弟兄姐妹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等一下 我們倒過來想 為什麼活著的時候不發語言 為什麼活的時候不聽語言 為什麼到成為害骨的時候才要聽語言 那害骨聽語言 難道絕望了嗎 弟兄姐妹 沒錯是絕望了 沒有錯是絕望了 但是 如果在神的旨意當中的時候 神要讓 他的道路而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 他要讓 他要讓神的事情成就 而不是這些人 那神的事情成就 不要以為我們都是神的見證人 如果我們不做 看神怎麼辦 神一定會榮耀 但是如果我們不做 神就 興起他自己的進隊 要了解嗎 我們今天坐在這個地方 不是害骨對不對 所以你要不要聽神的話 我也要聽神的話 弟兄姐妹 如果我們不聽的話 我們就害骨 神啊我們成為害骨 你也完蛋了 是不是 神說我告訴你 你就對這些 逆尾完蛋的害骨說話 第二章就看到 他們說 我們都死了怎麼辦 但神在這關說 我要讓你親眼看到一件事情 神機奇事要從這平原裡面 重新出來 哇好像那個電影神鬼傳奇一樣 哇這個 這個害骨都從地零出來 弟兄姐妹 我要讓你看的是異象 那這個異象是什麼 這些異象讓你看到 你們我今天要對這個害骨講話 你要看到 加山 骨頭跟骨頭加山金 使你們長肉 又有皮遮蔽你們 使氣息進入到你 你們就活了 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然後他就照這樣 於是我遵命怎樣 說預言 他果真的 今天一個神的撲人 你叫我說我就說 雖然不可能 我還是說 說了以後 正在說預言的時候 不料有響聲有弟聲 鼓一鼓 開始連結 哇真的很可怕 你看這個意象真的很可怕 然後害骨上面有金 開始長好 拉了很整齊 然後上面又有皮 而且那皮都沒有皺皺的 都是很完整的 只是還沒有氣息 也就是說 但一個肉體完整的時候 你也沒有氣息 他就是倒在那個地方 然後神說接下來你注意看喔 接下來你注意看 你要法語言 第二個語言 這個語言跟前面也是階段性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肉體 第二階段是屬靈的 靈要進到裡面 主耶穌法變如此說 氣息從四方過來 吹在這些怎樣 本來都是害古人身上 這些本來是沒有盼望 沒有盼望 他們不願意相信神 所以他們沒有盼望 但是神說 你們不願意相信神 不要以為神就沒有機會了 今天神要讓你知道 是他們活過來 好 第十節 於是我遵命說 說語言 氣息就進來了 氣息進來 害古變活了變站起來 成為什麼 極大的軍隊 弟兄姐妹 我希望有一件事情 我們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肉體的身份 屬血氣的 還是屬靈的 我們應該是屬靈 屬靈對不對 屬血氣在這世界上 可以活 可以活 但是屬血氣的人 在世上 就跟這世界 屬血氣的 合得很來 非常來 所以他們不是做壞事 他們只不過 厭煩耶穫法所說的話而已 你只要屬血氣的話 一定 你的時間 一定是非常能夠配合這個世界 但是很難配合神的家 就好像當時的猶太人一樣 他們並不是不認識主 他們並不是沒有藏過主恩的滋味 他們都認識主 也藏過主恩的滋味 但是他們就是生命非常的配合 非常的容易跟世界配合 但是跟神的家就是很難 他們屬血氣的 但是你只要一屬靈的話 一定會成為軍隊的 所謂軍隊就是什麼 軍隊就是叫你來你就來 打戰就打戰 完全的順服 百分百的順服 因為你不順服 軍隊會死 軍隊死你也死 國家也滅亡 那我為你再次求主能夠保守 今天耶穫法要的是什麼 再怎麼要 你活著的時候是軍隊 你在你死的時候 神要的也是軍隊 那死人怎麼成為軍隊 神會給你有氣息機會 那弟兄姐妹我們今天算是 老弱殘兵吧 我現在60了 我們當中很多膝蓋哪裡痛 腰痛哪裡痛 哪裡痛 如果照一般來講 你根本不可能成為軍隊 對不對 我也不可能成為軍隊 那我們腰圍超過32的 都不能成為軍隊 好好想 好好想 今天我們好好在神面前重新思想 一大群不能成為軍隊的人 今天要成為軍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叫做約和華的軍隊 還有靈進入到我們裡面來 這個靈進入到我們裡面來的時候 我們就整齊了 我們不是一群骸骨 我們是活著人 而且活著人會站在一起 會成為一個強大的軍隊 那我們也在神面前 這是神的旨意 這神的旨意就會出現了 他們這些人說我們都已經死了 哪有什麼旨望 那當時我要告訴你們 我今天就從你們所謂的父母 沒有指望當中 讓你們看到我是耶和華 指望要在你們當中 那這些出來以後 我要讓你們看到一件 另一件事情 以前你們 以色列跟優大是兩個國家 對不對 北國跟南國 那其實北國跟南國 是在大衛之前還是大衛之後 大衛之後 那他又說 以後有個軍王 大衛要來治理你們 好 弟兄姐妹 你就了解這個議員是在指什麼時候 這個議員 有一天你們要回來 那有人就是這個雙重應驗 有人說 對對對 後來貝魯又歸回 那弟兄姐妹 神說的歸回是成為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好 那我們先把它看 你要起兩個木 Sorry 你要一個木材 又起一個木材 第一個木材是猶大 第二個木材是以法蓮 凡是跟猶大合在一起的 以色列是一支 然後以法蓮合在一起的是一支 你要這兩個 兩支連接在一起 成為一支 我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 以後你們要看到 凡是屬於神的子民的 他們都要在成為一個家 成為一個家 不會再分韓 然後你要把這個見證 這一支 這一支給 明明的給眾人看 兩個人站在 任何人 所有的這些人眼前看 然後有一個王要治理他們 他們不會再分成兩國了 他們不會再分成兩國了 他們會成為一個國 然後我要做他們王 我的仆人大衛必做他們王 弟兄姐妹 神講的這些話 誰聽得懂啊 誰聽得懂 弟兄姐妹 而我在看我爸爸的故事的時候 我在講 我阿公那時代講創世紀 講到這個地方是極大的奧秘 極大的奧秘 但是事情發生在民國37年 所以你知道 安排得很好 這以西節37章 然後安排在民國37年發生了 以色列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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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色列護國之前 看這段正經 誰也看不懂 什麼意思啊 喔有啦 後來他們護國了 護國了 但是護國以後 還是一樣啊 北方以色列人 南華猶太人還是瞧不起撒瑪利亞人啊 還是北國南國啊 那種感覺 但是從 護國之後 護國之後 成為一個家 然後這個家 他們開始有盼望 而且是軍隊 哪有可能 而且這可能 這種事情 哪有一個可能 就是一個國家滅完2000年了 然後他們還可以回到一個地方 那回國 他們好不容易護國之後 我們簡單講這個歷史 護國之後 國土小小的 他們有時候 做見證說 他在國家 你小心開車 不小心就會越過邊界了 只要開一下 沒多久就越過邊界了 很小 一護國隔一天 就宣布戰爭了 隔一天就宣布戰爭了 那大家就說他們死定了 死定了 我們只有看到一劍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神讓他們包守 讓他們 每一次戰爭都打勝 特別是六日戰爭 還記得嗎 六日戰爭那個時代我還活著 我們就 其實在生命裡面 可以想一件事情就說 兵力來比較 是懸殊的非常的極限 就是根本沒有不可能打 以一打一百都不可能 但是 以色列在那一天 收飛機起來 回到埃及 埃及人 雷達看不出來他們 他們一天之內 把四周圍的國家的空軍 全部殲滅 殲滅在哪裡 地上還是天上 地上 殲滅在地上 一天之間 殲滅所有的空軍武力 那現在陸軍 陸軍可不用說了 陸軍 就是 好像三輛坦克車 對一百輛坦克車一樣 能不能打得贏 那不可能啊 但是那天 埃及的坦克部隊 完全死的 不明不白的 為什麼呢 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他們說 埃及的部隊說 我們不知道咧 我們只看到天空有天使 這樣子 火球就丟到我們身上來 那他們這個故事過去之後 我們看到 以色列的領土不斷的擴增 不斷擴增 我在想一件事情 我仆人要做他們的王 眾名要歸一個牧人 我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 本地在哪裡 他們是被流汗到世界各地了 他們要回來本地 不可能事情變成可能了 而且人數要增多 那我們去以色列的時候 他們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經過那麼多次戰爭 人本來就不多了 他們總共六百萬人 台灣多少人 兩千三百萬人 所以他們不到 差不多我們四分之一的人口而已 四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他們一打起戰來 所有的國家 完全沒有辦法 對他們沒有辦法 我們有兩千三百萬人 但是我們是一個很害怕的國家 這個也不敢 那個也不敢 那弟兄姐妹 我們常說 我們就好像以色列一樣 開玩笑哪裡像 我們只有土地比較小 也很像而已 我們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要讓你們人數增多 他們就說 為了要讓他們國家增加 他們只要血統裡面 沾到一點以色列都可以酸 所以這時候他們還沒有 撒瑪利亞那種雜種人 他們全部都雜種人了 幾乎都是了 但是他們全部都歸回 全部都歸回 以色列有沒有黑人 有 有很多黑人 黑人怎麼會是以色列人 只要 沾到一點都算 沾到一點 還有一種是什麼 他們也是 是蠻明顯多顏成家的 他們只要我心裡認同 也算 也算 他願意加就加入也算 所以以色列在那個地方變成一個 人數增多 但是增端不斷 當然我們就不用再討 巴勒斯坦的這個邊界的問題 但是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人在這個世代裡面 要說爭奪這個爭奪那個 神在末後世代 不跟你討論什麼叫做公平不公平 只是討論你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那有一天神說我要做他們的神 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最重要就是什麼 我要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 OK 先把這樣的一個心情換到我們教會好了 神說要把我們安置在本地 我們不再留理思索 各位姐妹 你的心不要再留理思索了 也許你做錯過什麼事情 也許你做錯過什麼事情 就好像以色列做錯很多事情 神讓他們流離思索 那神說我現在要把你安置在雅各家 就是這地 你們要在這個地方 我要成為你們的神 我要成為王 你們要在這地方成我的子民 第二 我要讓你們人數增加 我們要成為 我要讓你們成為一個 也很合法的軍隊 這個增加的意思 一定要是軍隊的意思 要不然沒有意義 要不然人數增加 又是一群犯罪的人 又開始 各位姐妹 我要讓你們回到本家 我要讓你們人數增加 最重要就是 我要在你們中間設立什麼 我的聖所 也就是這地 要成為敬拜神的地方 我再次求主能夠保守 各位姐妹 你曾經是一個絕望的人嗎 你再怎麼絕望 也不會比骸骨更絕望 對不對 各位姐妹 你去吃完萬軟豬腳 吃完那些骨頭 發出一言 還是變成一隻豬 會嗎 你還可以吃第二次 不可能嗎 對不對 你的絕望都不會比這個骸骨更絕望 但是神對以希姐說 你在這些被辱的以色列當中 發出這個預言 我要再讓你們重新歸回 那不可能的事情 以色列是蠻叛逆的 但他們今天回來的時候 他們知道 他們知道 珍惜 他們知道珍惜 不敢再拜偶像 他們今天珍惜 在這樣的一個道路裡面 神說事情還會變喔 西安運動還在走 我們這種姐妹希望能夠在這些事情上 一方面了解歷史 一方面了解 你自己在這樣的道路裡面 扮演怎樣 你過去怎樣流離失所 神要你回來在這 然後這裡就成為你的家 第二 你從你世周圍開始 你的鼠林的果子要增加 你的鼠林的果子要增加 請不要任何怨言說 累啊累啊 我帶小組帶的好累啊幹嘛 這種姐妹 這是你的福分耶 如果能夠帶小組是你的福分 如果能夠在教會司奉 是你的福分 是你 哇 又能夠結果子 那你的小組也很叛逆 那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也是很叛逆啊 對不對 我也很叛逆啊 但是神今天給我當牧者 我珍惜的不得了 珍惜的不得了 弟弟姐妹 因為在裡面有神的恩典 還有恩膏 是想也想不透了 想也想不透了 這麼卑微的人 居然能夠在神面前這樣 弟弟姐妹 機會不多 機會不多 一方面是年歲 一方面是什麼 一方面是 你就算你年輕 你不願意 就沒有你的格子了 沒有你的格子 你什麼都不能做 真的 你什麼都不能做 而且你會發很多怨言 讓人家討厭 弟弟姐妹 最重要就是 你們要在這裡敬拜我 敬拜神 在這故事裡面 希望大家都能夠看到 一些關鍵點 弟弟姐妹 枯竿的骸骨要聽耶和華的話 沒有錯喔 神就是對枯竿的骸骨發預言 其實這是一個生命的提醒 為什麼不要在 有皮有肉有心的時候 為什麼那時候不聽 為什麼那時候不聽 但是神也還是要告訴他 你就說 再怎麼絕望 我還是告訴你 在幕後必有指望 在剛才我們聽那個 林彥的這個講話說 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我們還是怎樣 弟弟姐妹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音信誠義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不要到骸骨的時候 才說 但是神要今天讓我們活著 就看到這個意象 在神面前 你只要有一絲氣息都還有指望 所以今天來到神面前 祷告會 你的身體需要抑制嗎 真的要把握機會 你的心靈需要得釋放嗎 要把握機會 要不然 祷告在你生命前 你看為真 祂就真 因為你相信 你 這個不用了 那就是不相信神 不相信神有兩種意義 就是神會講 那你來這邊幹什麼 你來禱告 行禮如意 只不過來這邊展現 你是一個多麼偉大的人嗎 還是來尋找神 第二個 弟弟姐妹 你還有氣息 你比骸骨更能夠得到神的祝福 第二個 人跟人之間 不要再分了 不要再分了 今天 以色列國跟尤拉國是永遠的悲劇 這個悲劇 那什麼叫純種 什麼叫雜種 那 以撒瑪利亞就是雜種的 那他們很排斥他們 但是今天事情過兩千年之後 全部都是雜種的 但是神說全部回來 都是我的子民 都變成純種的 是心靈的 而不是看肉體的 心靈的 然後這一切 也不會讓罪玷污自己的 他們現在很在乎 那我們求主能夠保守 他們不但要在乎神 他們更要在乎 彌賽亞 耶穌基督 那這是他們的 這是最後 我們福音要傳回去的 最重要的關鍵點 然後神說 我要在他們安置本地 使他們人數增多 好 弟兄姐妹 當然今天我們在神面前 能夠好好思想 你今天有沒有住在神的本家裡面 還是還在外面 流離失所 被擄到外面去 你要知道 每個禮拜 能夠來禱告會 是不是很幸福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第一次常常這種感覺是什麼 是我生學生的時候 回我母會去講到 經典團去布道會 我說願意信主的舉手 有一個姐妹在後面舉手 我認識啊 跟我同班啊 主路寫同班 後來會後就跟她講說 感謝神 你也接受耶穌 哭得像什麼一樣 他再告訴我說 他嫁給個不信主的 然後 哇 到後來沒辦法 只好跟著拿香 一拿香 有1 就有什麼 就有2 就有3 你就要叩頭 你就要什麼 你還是不是 然後開始以後 所有拜拜都是已經 都由他張羅 你媳婦啊 你必須做啊 他就 他就怎樣 弟兄姐妹 這個就是什麼 開始被 簡單的講啊 他就說啊 每個禮拜 能夠來到教會 好幸福 能夠專心敬拜神 只有敬拜神 是 是幸福的不得了事情 當然我們為了祷告 開始要學習爭章 弟兄姐妹 你今天 每個禮拜都能夠祷告 有沒有很幸福 可以不用被人家 逼著拿香 有沒有很幸福 你不用再去張羅 那些拜拜的東西 有沒有幸福 你幸福的不得了 很多人 一步路走錯 現在就陷在其中 拔不出來了 雖然他心裡面有神 沒有用 沒有用 知道嗎 這個就是 猶太人在後來 在聖殿裡面 那些玷污的事情 所以神讓他全部毀滅 那弟兄姐妹 來到神面前 神會讓你 生命的果子一直增加 有沒有很幸福 有沒有 有 你要不要成為耶和瓦軍隊 最後 要不要 被神大大使用 那耶和瓦軍隊 如果處理打仗 得勝的比例大概多少 多少 要勇敢一點 百分百 你相信嗎 我相信耶 弟兄姐妹 我們會到現在三十幾年 百分百喔 我們都是欠債的喔 但是每次要繳錢 沒有一次誤事 一次都沒有 也就是說 我們做的比我們有的大好多 我們有的是十分 但是我們常做到二十分三十分 但是我們每次都夠 三十幾年一次都沒有誤事 而且常常怎樣 做了以後還有多 還可以幫助別人 多吃多少你知道嗎 十二藍 聽不懂喔 十二藍就是還多很多 那你一直都夠用 弟兄姐妹 好啦 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 生命裡面常常有這種 神在祂故事裡面有祂的藍圖 有祂的計畫 你不要看你的計畫 請看神的計畫好不好 我們請同工上來 敬拜主 今天的敬拜同工 神的道路 我們請弟兄姐妹請起立 我們盼盼在神道路裡面 一起來思想 神今天對我們說話 現在把你自己也放在禱告裡面 真的意念高過你自己的意念 你的生命要從海骨當中 從肉體當中被呼召出來 我要對你發出預言 神對我們說發出預言 你要起來 你的所有的肉跟肉 你的皮跟皮要連在一起 要成為一個活的人 然後氣息要從各地進來 進入到我們當中 我們要滿有神的氣息 把靈交灌在你裡面 那你要成為越和華的軍隊 然後神基啟示要出來 在最後以色列護國的時候 這個神基啟示在各地 成為一個 一個無人 無人能夠抵擋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裡有神同在 好不好我們唱這首歌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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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国人一年 祂的心里有难度 祂的世界不错误 一步一步 来你的前途 大丽大丽丽根基 阿拉雲才空中标误 使他传造神明其心 使他依需照顾祈福 谁走万物各安及时 耐心等待必要换物 阿拉雲才空中标误 让我忍敌 神明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成分分别出来 本来不是要这样做 那是如今为了神的用处 特别要这样做 你特别要分出你的世界 特别要分出你跟神之间 那唯一的选择 你选择 神给你感动 而放心人给你的需要 你有没有放心过 为了神的用途 让神的旨意在身上成全 神所做的难道你看不到吗 大地云产 神做的很多 生命齐心 使他允许照顾自幅 神造万物更爱奇事 耐心等他必要恍惚 啊 耐心等他必要恍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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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心等他要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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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